来这么多吃 你看 都隔离的 哎呀 这是在汤山啊 汤山 你看 这是人员都带来的 你看看 哎呀 你看 这么多 哎呀 你看 师傅们 你们看一下啊 太多了 太厉害了 你看 这是汤山带这么多 你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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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太多了 哎呀 哎呀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31号 7月份的这个最后一天 今天影片开头的这个视频呢 是发生在昨天7月30号 中国的南京啊 有这个南京市的市民呢 是拍摄到大量的人 被拉到南京市的一个叫 汤山的地方 进行这个集中强制隔离 为什么要这个集中强制隔离 这个呢 已经是不新鲜了 就是南京最近爆发的这个最新一轮 武汉肺炎的疫情啊 南京 它最新爆发的这一轮疫情 狗狗在这呢 就不详细讲了 这个呢 已经是出现一个多星期了 而且呢 情况呢 还是比较严重啊 当然了 说这个情况严重呢 它呢 是按照这个中国的标准啊 按照现代文明世界这个 疫情应对的标准呢 这个根本就不叫事 大家呢 来看一下中国的网络上 关于南京这次强制隔离的一些信息 这个呢 是来自南京路口 什么这个便民信息平台 这个南京这一轮的这个疫情呢 就是从南京路口国际机场开始爆发的 这个最新的通知就说呢 机场从业人员及其家属 明天中午12点之前 将全部转运集中隔离 原则上是这个全部转运隔离 而且呢 机场从业人员 必须转运集中隔离 这个通知呢 应该是昨天发的 所以呢 它的这个最后期限呢 应该呢 是今天中午12点之前 这个南京路口机场的所有从业人员 还有他们的家属 都要被强制集中隔离起来 还有一个微信群里的通知 说这个机场从业人员和家属 要统一转移 而且呢 转移人员呢 必须要穿好防护服 戴好N95口罩等等等等 这个呢 就是从昨天开始 南京出现的一个新状况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就是吧 南京路口国际机场 所有从业人员 所有工作人员 还有他们的家属 都强制集中隔离进行消毒 那这个超级大动作 它一共会涉及到多少人 狗哥看到的消息说呢 是超过2万人啊 就是南京路口国际机场 这些个所有的从业人员 还有他们的家属 这次被强制集中隔离起来的 总数可能要超过2万人 中国的二号冠美新华社 今天呢也发了一个消息 大家来看一下 说这个南京路口国际机场 将全面消毒 他说呢 南京官方准备用10天的时间 对这个机场进行全面消毒 同时呢 也准备对机场工作人员 居住的地方和环境 也要进行全面消毒 那新华社的这个消息呢 其实呢就可以证实中国网络上流传的信息 就是南京机场这个所有的从业人员 还有他们的家属 已经呢是被这个机中强制隔离 因为这个机场呢 已经是全关了 也要进行这个所谓的全面消毒 这个机场要全面消毒 人呢也要这个强制机中隔离起来 全面消毒 他们的家呢 也要这个全面消毒 这个呢就是最厉害的 中国是应对疫情的做法 狗哥认为呢 这种做法呢比去年还厉害啊 按说这个现在中国人大部分都打过这个疫苗了 特别是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 你既然都打过疫苗了 那这个按道理来说 防控的措施应该比去年轻松一些对不对 但是呢现在狗哥的评估就是中国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是比去年更严厉 那南京他为什么在这个昨天突然严厉起来啊突然出手这么大手笔的一个动作 强制机中隔离好几万人 大家来看一个消息 是说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昨天到达南京 然后亲自下命令采取了这个措施 孙春兰到南京 中国的官方他应该呢是还没有发这个消息 但是呢南京的这一些个网民方面呢已经有这方面的消息呢是出来 而且呢还有照片 大家呢再来看一个微信群里的信息 说这个孙春兰昨天到南京以后他就直接下命令 要求把这个路口国际机场还有附近所谓的这个高风险地区的两万多人要全部集中隔离 但是呢这个南京市的官员当时就向他汇报说这个呃没有足够的能力集中隔离两万人 因为南京的只有七千多个房间的可以用 结果呢这位孙春兰副总理马上就说了啊 既然你干不了 那就让能找到可以隔离两万人的这个地方的人去干 这个中国的网友们都知道中国的领导们他们这么讲话 这个呢就是要杀头的节奏 所以呢这个江苏省南京市的官员们他马上就急了啊 马上就开始动手强制集中隔离两万人 看到这肯定会有这个中国的粉红们认为这个中国真的是很厉害 非常非常的扭叉 说这个领导一声令下就雷厉风行 这个呢就是中国速度 这个呢就是中国模式 这个呢就是中国能够很厉害的最重要的原因 狗哥是看到南京的这个状况 第一反应就是二战时候纳粹德国的集中营 当时纳粹德国的领导人也是一声令下 然后就大批大批的犹太人被装上火车 被送到集中营 最后呢还有大批大批的犹太人被强制集中灭绝 当时在两三年的时间里 德国纳粹就集中灭绝了两三百万犹太人 那按照中国粉红们现在的逻辑 这个是不是也是很厉害 很高效 很很有速度 这个中间的道理啊 狗哥在这呢就不多说了啊 懂的网友 大家呢自然都会懂啊 那这个中国副总理孙春兰 他昨天到南京 直接下命令强制集中隔离 南京机场所有工作人员 还有他们的家属 这个呢很明显就是表示出来 对南京市还有江苏省 这次疫情应对的强烈的不满意 这个呢其实反映的就是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的意思啊 因为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如果说当地应对有力 那习近平根本就不会派这个中央大员去当钦差大臣 去前线督战对不对 另外呢这个动作也是反映出来 这个江苏省南京市的这些主要官员呢 他不是习近平的人 他不是习家军 所以呢习近平呢 他肯定要借这次机会啊 要把江苏省南京市的主要官员呢都换成自己的人 因为很明显啊 大家呢如果把这个南京的事跟这个最近河南郑州发生的事做一下对比就能够很明显发现这一点 国在以前的影片里说过啊 现在的这个河南省委书记 郑州市委书记都是习近平的人 都是这个习家军 所以呢最近河南大水灾搞出来这么大的乱子 一直到现在习近平呢也没有派中央的大员去河南视察 去河南指导 这个呢就是表示这个习近平呢 他是肯定河南省官员的工作 那就是肯定自己人的工作 其实呢他呢就是要保护自己人 相比较之下这个南京的情况 在狗哥的印象里啊 最近几天这个南京市的状况呢 已经是这个明显的缓解了 但是呢习近平却派了孙春兰到南京 突然搞出来这么一个大动作 这个呢就是很明显要表达对南京市 还有江苏省的不满意 狗哥认为呢 在接下来这个江苏省 还有南京市的这个主要官员 肯定呢是有要这个掉帽子的 南京开始爆发的这一轮疫情呢 他也扩散到了中国其他的很多地方 狗哥今天看到的消息 说这个郑州啊 已经是处在封城的状态 而且呢全市上千万人 都要进行这个核酸检测 所以呢 这个郑州啊真的是很惨 这个水灾还没有彻底完 那现在呢又要封城 帝都北京也是出现了疫情 也有这个封小区的 这个封门又开始了 大家呢来看一位北京的网友 他发的信息 他说呢 他们小区上周末 有从张家界回来了一对夫妻 确诊了 然后这个小区啊 瞬间就被封锁 只能进不能出 第一天连夜 大家呢就都去做了这个核酸的检测 第二天出结果呢 是全部是阴性 就是没有感染这个病毒的 第二天 大家呢 还能够在这个小区里边呢 戴着口罩 出门走走 还有这个菜 能够从外边送进来 快递呢 你隔着这个铁皮炸了呢 还能取 结果呢 第三天中午就突然通知 要每家都用磁吸封门 家门都不能出了 就是这样的强制装在每家 每户门上的磁吸 这个呢 应该是一种报警器啊 你这个一擅自开门 他呢就会报警 然后这些流氓们 马上呢就会上门啊 这位北京的网友说呢 流氓们啊 只管通知 安装磁吸封门 不进行任何解释 大家呢 怨声载道 也无人理会 说这个小区 从封门开始呢 一连三天 生化垃圾呢 都没人收啊 臭气熏天 小区里边呢 有需要留狗子 有这个腿脚不方便 老人每天都需要出门 活动活动的 但是呢 流氓们只管封门 不管任何生命的死活 这个呢 就是流氓们所说的 全世界来抄作业 全世界防疫最好的政权 他认为呢 这个呢 是建立在践踏生命之上的 流氓管理方式 你拿着枪 谁都能来这么管理 这个他说呢 高科技都是用来封锁人民 来监控人民 来压榨人民的 这个呢 是北京的一位网友 他现在的这个经历啊 是又被强制封在家里的 这门都不能出啊 一般像这种被封门 是不是至少也要持续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呢 还是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啊 他呢 是用这个高科技的 这个电子报警器来封门 还比较这个体面一些啊 那在中国的三四间的城市 在中国的这个十八线的小城市 是不是又必须把门都焊死 甚至说呢 在门口放这个铁丝网 用这些非常非常野蛮的方式 把民众都放在家里 这种强制性的 把民众关在家里的野蛮做法 从去年到现在 这个狗哥呢 是一直在批评 说的已经是这个很多了 够多了 中国的网友们都可以想一下 去年中国式的应对疫情这么干 那现在过了一年多 还这么干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改善和进步 到底是不是很厉害 狗哥这个所在的地儿 肯定这个现代国民事件 所有地方都是这样 去年疫情闹得再严重 再厉害的时候 也没有把民众强制关在家里的 绝对不允许出门的 当时这个狗哥出门遛狗啊 去这个超市购物 都是很自由的 现在这个打完疫苗了 这个呢就更没问题了 现在呢也跟大家呢告知一下 从明天开始 狗哥呢要去度假 要休息一下 这时间呢 大概是两个星期左右 这两个星期里呢 狗哥呢应该不会再发 什么这个关于新闻的影片 可能呢会发一两个 这个度假的小视频 两个星期以后 狗哥呢是希望自己能够 这个满血复活 有这个更大的经历和思路 给大家呢 做这个更好的影片 所以呢 在中国官方的这个宣传里啊 中国应对疫情全世界最扭插 全世界最厉害 全世界number one 在外国 特别是美国 都是这个水深火热 但是实际情况如何 现在在这个相对文明世界 在美国 在欧洲 大家呢都是在这个到处跑 到处在度假 对不对 对于这个疫情 已经是这个不怎么关心和关注了 对不对 但是呢在中国 还是在封城 封路 封小区 这个南京 还一下子就这个强制集中隔离 两万多人 那所有这些人 他们的诉求 他们的这个意见 他们这个 由于强制被隔离 造成生活的各种困难 有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这些感受 在中国呢 也没有人关心 狗国认为呢 这个呢就是最危险的 你一下子这个强制抓走好几万人 这些人的声音 外界不知道 外界呢也不关心 这个呢就是最危险的状况 大家都可以仔细的思考一下 纳粹时候 犹太人的遭遇 是不是这样 当时犹太人的这些声音 是不是外界完全不知道 最近这些年 被关进集中营的 新疆维吾尔人 这些少数民族的遭遇 是不是也是这样 肯定的会有粉红们不服气 又骂狗哥 说这个狗哥呢只会批评 提不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案 狗哥呢实际每天都在提 就是你们听不懂啊 最新的关于这个 中国应对疫情的解决方案 狗哥在昨天发的这个 最新的会员视频里有啊 粉红们去订阅一下 狗哥的会员视频 看一下 可能呢这个脑子呢 就会明白一点啊 就会清楚一点啊 好了 今天这影片呢就聊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咱们大概两周之后再见 咱们大概一会儿就会有什么感谢大家的观看